我們現在看到的是 宜蘭上街新的情形 立地早安 宜蘭出現幾十年來 上街緊張的飲水的災情 早上報名是大漏水 躺在地上比較少的民眾 根本都不夠睡 倒入變成河 出來變成堆水底 還要咳水來保護工夫 宜蘭關上對派資料小鳳姐 是四季來順路 鳳台和東北幾乎的鄉庭 英明地蘇宜蘭地区 出現飲大水的災情 一般衣裳的鄉庭都浸在水底 南北所有的東山 以及路東到五季 甚至將來不賣淫貴水的所在 都團出在場 尊貌南京的情形 入夜後競爭嚴重 剛才南樓讓水排下不出去 整條路就像親手客水一樣 到底兩邊的客戶 民眾根本就不夠睡 五月那個地方更深 已經倒腰了 倒腰部的地方 那邊更深 家裡就進水了 進水了 晚上擔不擔心說 還會再下大雨 擔心啊 當然擔心啊 這讓客戶在大門口 用雙包撞到給水 一樣要從家裡割水出來 煩惱家庭受信 另外一邊要客戶在民眾 也在廚房裡割水 宜蘭管理政府宣布 22號專關天班天庫 讓當地民眾盡量不湊出來 一旦有安全上的顧慮 就要趕緊通知消防單位 以免發生危險 記者公共主宜蘭報道